啊 猛然的加速让他身体厚仰 手中马将脱手 情急之下 他两腿不自觉的一加 马儿奔的就更加急速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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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场上一些学生 见了他这副狼狈的样子 都笑得前仰后合 一直跟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流助教 吓了一跳 连忙迈开步子 追着他跑了起来 边跑边使劲地大喊着 抓住江生 勒马 勒马 一欲前仰后合了几次 使劲扑倒在马背上 双手紧紧地搂着马脖子 耳中的笑声和喊叫声都已变不清 山下的马匹就好似疯了一般 一个个超过了前面的人 直直地冲出了马场 朝着入口出奔去 同时在马场的一角 几个太学院的学生正骑在马上闲聊 忽然 一匹急速奔跑的马 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一个人忙出声惊叫 快看 有马惊到了 驾 驾 就在他出声的同时 身边一道人影迅速地扯了江绳 朝着刚刚跑出去的马匹追去 江绳 江绳 一语脸色发白地搂着马格子 一手摸索着不知甩到哪里去的缰绳 急速地颠簸 让他胃里一阵翻腾 停下来呀 一人一马已经出了马场 朝着大花园而去 身下的马没有听见他的心声 一个劲地朝前跑 还专挑那些有着低矮从之的小路跑 不得会儿 一跃身上的衣裳已经被刮了好几道口子 头上的发带也已是不知所踪 腿被震得生马 抱着马脖子的两只手臂也见感无力 雷江声 雷江 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 一语心中暗自苦笑 他也想雷江啊 可这会儿 他的手若是松开 绝对会被马甩下去 大花园中一座凉亭里 一人正闭着眼 携椅在柱上小妹 忽听见不远处的声响 眉头微皱之后 方睁开了眼睛 果子尖 大花园 两匹马 以前一扣地奔跑着 相隔不到三丈远的距离 前面的马匹像是疯了一样 到处地乱窜 再往前不远处 就是雪里那面极深的壁波湖 这马横冲直撞的 若是跑到河边 把背上的人甩进了湖里 那可就糟糕了 小月 雷江啊 眼见前面那匹马上的 墨灰色人影 开始摇摇欲坠起来 程小虎使劲夹着马腹 一张白胖的小脸 急得通红 一边喊叫着 不时低头躲避头顶的树枝 下一刻 只听轰的一声 前面那匹马 似是突然被人削断了腿一般 猛然跪倒在地 马背上的人影 一下子摔飞了出去 刚好跌在了不远处的草地上 小月 程小虎猛然勒紧了马江 从马背上跳了下去 两步窜到了草地上的身影跟前 小心翼翼地 把人扶了起来 刚翻过他的身子 待看清楚后 不由抽了一口冷气 惨白的小脸上半边 见识细细地划痕 往日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紧紧地闭着 这模样可吓坏了程小虎 他赶紧将人从地上背在身上 也不敢再驾马 匆匆地朝着雪里的衣馆跑去 不远处的凉亭上 一道人影 静静地看着刚才的一幕 直到两人走远 才又靠坐了下来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卢志回答完先生的问题 在对方的赞声中坐下来 眼皮一阵乱跳 让他皱了皱眉头 从今天早上开始 他就有些心神不宁的 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但想到他事先在一遇身边安排的人后 心又渐渐地安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墨灰长服的学生 匆忙地跑到了教授门口 来不及对正在台上讲课的先生告罪 就喘着粗气 冲着屋里大叫道 陆 陆公子 你妹妹 从 从马上跌下来了 正捧着书本的卢志 听到这声叫唤 心中一凸 脸色猛然变幻 直直地站起了身子 大步朝立在门口喘气地学生走去 怎么回事 马 马突然受惊吓 然后就跑 跑出了马场 最后 咱们追过去 这成公子已经把他送到医馆去了 卢志脸色一僵 对着呆呆站在讲台上的先生一礼 先生 学生有事 许离开一下 呃 嗯 快去吧 得了先生的应允 他转身捧着脸离开 走出门后才飞快地迈开步子奔跑了起来 在他走后 教授里几个学生的脸上 方露出了淡淡的幸灾乐祸 卢志一路急奔到了学里的医馆 询问了门口的药童后 在里间找到了人 卢道果 丑小虎正帮太医捧着托牌 瞄到从门外走进的卢志 出声喊道 卢志没有应他 一步步朝着靠墙那张软榻走去 直到越过太医的身子 看清踏上静静躺着的小人 双拳瞬间紧紧地握起 清俊的脸上闪过了痛惜 之后 即是刺骨的寒色 程小虎本来还想说话 看见他的脸色后 张了张嘴 愣是没敢开口 反倒把头瞥了过去 他是第一次 见到向来温和的卢志 这种表情 惊讶的同时 不知为何 心中还隐约泛起了一股发毛之感 太医认真检查了疑狱的状况 又把他脸上的伤口 做了处理之后 才起身换炉质到外面去 有些犹豫地开口道 卢公子 卢小姐是暂时晕厥 身体并无大碍 只 只是 林太医 但说无妨 只是 姑娘家的皮肤 本就娇嫩 又是这个岁数 虽伤口细肠 易愈合 但怕是 会留下印子 一欲沉默了片刻 方道 还有其他不妥之处吗 那倒没有 老夫写了两张方子 一 熬后服用 可起 压惊安神之效 一 研磨 涂抹在面上 伤口 会愈合得快些 卢志又问道 您可记得上次 我拿来的药膏 那东西涂抹在脸上 也不能去拔吗 林太医年纪大了 想了半天才拍手道 哦 对 你说的是练血霜吧 当然有用 那可是 卢志 卢志暗松了一口气 伸手 打断了他的话 又问了一些详细的事情 才谢过了林太医 朝医馆的门外走去 门口站了三个 穿着各色长服的少年 皆是一脸担忧地 朝里面望着 见卢志出来 赶紧把头捶了下去 跟着他走到医馆一侧 偏僻的角落后 其中一个个头高的 才张口道 卢公子 对不住 我们 无妨 你们把御马场上的事情 仔细讲给我听 卢志面上 并没有责怪的表情 等听三人 把事情大概拼凑着 讲了一遍后 又与他们交代了些事情 才回到医馆里去 一欲靠着车厢 等着对面的卢志 因为半边脸上包着东西 只能小心地张口说话 大哥 我都这个样子了 你还带我回家 不是让娘担心吗 卢志翻着手上地说 头也不抬 你也知道娘会担心 谁让你去骑马的 呃 一欲被他堵得哑口无言 的确是他不对 虽然当时留住教那样说了 但他也不是全然没有拒绝的机会 搞成现在这样子 他的确要负一半的责任 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吧 我已经替你烧架了 啊 多 多久啊 十日 一欲捂着脸 忍住撇嘴的冲动 十日 九月 九月 学历本来就要木休一整个月的 那他不就直接歇到十月去了 那你也要早告诉我呀 让我收拾收拾东西再走啊 你收拾什么 该带的我都让陈曲给带上了 我那一箱子书没有带上 还敢说 你又乱收陌生人的东西 一欲轻哼了一声 若不是你口中的那个陌生人 怕是你小妹这辈子就破线了 谁让你去骑马的 又被噎了回来 一欲不再找不痛快 扭头掀开窗帘 看着外面的景色 眉头才微微皱了起来 这次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他中午在昆院的床上醒来后 卢志就守在一旁 问了他一些在马场上发生的事情 他都据实说了 他大哥脸上是淡淡的 没什么表情 只是教训了他几句 就匆匆地离开了 到了下午下学后 才来接他回家 卢志显然正准备做些什么 不愿意他掺和进来 或者是不放心 他继续留在学里待着 所以才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对此他并无意义 早上的精马事件 的确让他受了不小的惊吓 想到那马背上 那种娇天天不应 娇地地不灵的感觉 他就想吐 幸好他最后 虽是稀里糊涂地 从马身上坠了下来 但摔在厚厚的草地上 避免了断手断脚的悲惨下场 听卢志说 还是人家程小胖子 一路背着他 从大花园跑到医馆去的 想想就惊讶 小胖子圆滚滚的 比他也高不了多少 能背着他这么个大活人 跑那么远 体力真好啊 嗯 回去一定多做些好吃的 让卢志后天给程小胖子带去 一月靠坐在床头 垂着脑袋 听着卢氏的训斥 时不时偷偷打个哈欠 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他娘也不嫌口渴 你就不能让娘省省心 好了伤口忘了吧 你是不是诚心让娘难受 你说 你以后还骑马不起了 一月暗叹了一口气 娘 碎考试后 御马是要算进学评里的 说实话 他也不想再骑马了 太恐怖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事有阴影了 你 你还打算骑马 嗯 娘 我肚子饿了 一月看见掀开帘子一脚 朝里面偷看的卢俊 决定还是赶紧转移话题为好 饿了 你等等啊 娘去看看他们做好饭没有 卢氏话音一落 卢俊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 等他出去一会儿后 才溜了进来 在床边的小椅子上坐下 小玉 不是二哥说你 你也太没有分寸了 这马也是能乱骑的 想当初 我第一次骑马 也是足足学了 嗯 后来啊 那次比赛 我赢了他们六个人 把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 呵呵 想到他们那个丧气样子 我就想笑 一欲听着卢俊 从一开始装模作样地训斥他 便成吹嘘他有次同别人比赛御数的事情 听到最后 看见悄悄站在他身后 茶窑瞪眼的卢氏 憋着笑 夸赞道 二哥真厉害 那你驾马一定跑得很快吧 那是 跑起来就像是一阵风一样 呼的就过去了 呵呵 哎哟 卢俊揉着后脑 脸上还挂着尚未收起的傻笑 扭头看见卢氏后 赶紧站了起来 卢氏瞪着他 重复道 呼的就过去了 嘿 娘 我 我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 说完 便绕过卢氏 一溜烟跑了出去 卢氏回头看见一欲偷笑 又甩了他一个眼刀子 不许信你二哥瞎扯 听见没 嗯 一溜重重一点头 晚饭好了 等下娘给你端来 娘 我就是脸上有些口子 手脚又没问题 还是出去吃吧 不行 这有时候磕着碰着 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 等过了一两天才难受 好好躺两天再说 听娘的话 一溜为了让卢氏安心 就没再拒绝 虽然他自觉 除了四肢酸痛外 并没有伤当骨头 但还是任卢氏在床上摆了小岸 吃晚饭 吃饱喝足 困劲就来了 在陈曲的伺候下洗树吧 又让卢氏给他上了药 一溢美美地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卢氏躺在外侧 伸手轻轻抚着他的头发 叹气道 瞧你个没心没肺的 脸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还笑得出来 他哪知道 一遇这态度 一是自视 有那去疤的练血霜 二是眼不见 心不烦 是个正常女子 都不会希望 看见自己破相的样子 所以 她自醒来以后 就没照过镜子 娘 你也知道 那药膏好用得很 我肩上那么大块都好了 脸上这么几条小叨叨 就更不用担心了 哎 娘也不唠叨了 你要记得 以后做事 不可在那般的鲁莽 出了事 最担心的还是娘 在卢氏的解释下 卢氏并不知道 一遇这次的金马事件 是人为的 只当是他自己大意 嗯 记住了娘 一遇往他身边挪了挪 嗅着母亲身上特有的温暖气味 迷迷糊糊地嘀咕着 白日的惊吓 到了此刻 仿佛全部被扶去 不管是出了什么事 只要回到家中 在亲人身边 他心中的温暖 就能驱散所有的不安和纷扰 第二日 一遇是在一股淡淡的粥香中醒来的 卢氏见他醒了 把手里的碗放在一旁的小鸡上 待他坐起来后 给他简单理了理头发 端起碗 小口地喂着他 娘煮的粥真香 粥里放了切块的鼠玉 甜丝丝的 卢氏笑着道 瞧你瘦的 这次回来 娘好好地给你补补 知道女儿能在家待一个多月 他就做好了打算 说什么也要把人 羊些肉出来 吃了早饭 溜香香来串门 见到躺在床上的疑云 吓了一跳 又问了事情的经过 把他好一顿数了后 才拉着卢氏出了门 他们走后 疑云一咕噜 从床上爬了起来 套上衣裳 出了卧房 小满早上回家去了 客厅里只有 陈曲一个人在擦桌子 见他劈散着头 跑了出来 赶紧丢了抹布 上前拦住 小姐 夫人说 让你在床上躺着的 一欲呵呵一笑 他这会儿不是出去了吗 刘香香同卢氏 前一阵子定的锈料来了货 两人不到中午 估计是回不来的 他准备趁这功夫 做些小点心 好让卢氏下午走时 给程小虎带去 不算这次人家的帮忙 原先他就答应过 要做点心给他吃的 总不能食言呢 陈曲被他这么一说 不知如何回答 卢氏掀起帘子 从对面的屋里走出来 瞄了他们俩一眼 镜子在椅子上坐了 倒了杯茶后 才道 陈曲 你忙你的 不用管他 对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一遇一笑之后 从秀里去了发绳 把头发简单扎着 去了后院 在厨房取了只小筐后 在小花谱边上 翻腾了一阵 摘了不少东西下来 后院的厨房 一遇一下下地 倒着石旧里的草莓 不时分神去看 灶火上的涕笼 余光瞄见 从外面走进来的卢氏 笑道 怎么 闻着香味了 卢氏朝前走了几步 在灶台边上站着 秀了秀替笼里 冒出的热烟 树欲高 嗯 上次答应给小虎 做点心不是 昨日他又救了我 线下多做一些 你给小凤姐也带上一份 石旧里的草莓 差不多碾成酱了 他把枝空出来 去了先前赶好的 掺了蛋黄的小面皮 一个个把草莓酱包裹进去 卢氏在一旁 看着他认真的侧脸 等他包好了一半 才开口道 你不问我昨天的事情 是谁下了手吗 一遇手上一顿 又继续捏卷 一开始 我觉得是长孙贤 不过 那几个 害得马儿受惊吓的 却是太学院的学生 大哥可是查出来了 嗯 卢氏伸手把他紧后 快要松开的绿色发绳 又扎紧了些 是承阳的人 不过 长孙贤也有份 宴后第二天 太子便派人来寻我 被我拒绝后 便想借着你的事情 来敲打我一番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